通勤族期待已走的鸡杯杯桃1200月票 预计在6月15号就要开卖了 7月1号启用有哪些适用范围 跟1280又有哪里不同呢 请主播舒函来给我们了解 好谢谢佳琪 带大家来看到真的通勤族看过来 因为这样子票价就可以少80块钱 6月15号开卖 7月份7月1号正式来上路 只要你持有悠游卡 学生卡 悠游联名卡 你就可以到双北的捷运站 积捷部分的台铁车站来进行购买了 那到底有什么差别 除了刚刚提到有80块的一个差价之外呢 这个比起1280这个现行的部分 范围扩大了 从这个双北扩大到北北基陶的部分 那交通工具部分呢 其实呢 当然你跨区域就会不一样了 有台铁轻轨 双北捷运 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 四都的U-bike都可以来使用 而积捷的部分 到底是哪一站到哪一个站点 目前还带送审 最后会来确定 那么在双北也就是原来的部分 当然呢 它的这个使用的交通工具 就是仅限于双北地区了 你看捷运公车当然都有 还有淡海轻轨的部分 以及双北的U-bike 前30分钟都可以来免费 这当然让这个通勤族 非常的兴奋 也很期待 像是有民众表示 他每天都要搭乘的是 9009的国道客运 单趟多少钱90块钱 一个月下来 他的车资大概是落在3000元 所以当然他会非常期待 1200的这个票价出现 那看到这个TPES月票呢 其实和悠游卡是一样的 涨的其实也蛮像的 他的这个公本费本身 这个卡片就是100元的面额 那总共会有三种版本 那现在呢 有一个小小的配方 也告诉大家 如果你完成这个1200月票的购买 而且完成实名登记 那么政府会全额来补助 这个100块的部分 那当然同时你也可以 线上来购买月票 而国际贸易的部分 现在有了重大的进展 美台双方已经完成了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首分协议 包含了五项议题 大概有哪些呢 再来请教舒函 确实总共有五个部分 这也被誉为 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台美之间的 经济的一个重要一步出现 那我们看到这个宣布 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部分 他也是这么表示的 这是重要一步 那他也表示说 数周之内会来签署 不过目前呢 还没有对外来证实 到底什么时间点 会把它签下去 五个部分到底有哪五个部分 首先看到海关管理 和贸易便利化 这代表的就是呢 可以让美国的商品 更加容易来到台湾 而且申请的流程 也会简便化 用电子化的一个通关 跟缴交关税 所以在节能减碳的部分 也能够来尽一点心力了 再来就是良善法制作业 就是强化透明度 设立委员会来进行监督 以及服务业的国内规章 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确保整个申请的流程 能够公正 而且公平化 那接着就看到反贪腐了 这个讨论的是包括洗钱 还有拒绝外国公职人员 来进行入境 还有的就是鼓励中小企业之间的 一个贸易跟投资 毕竟台美之间投资的环境 还有相关的规范 都是大不同的 所以也会透过培训跟融资 还有访问的方式来推荐 如果你真的有意愿到美国 或者是美国的企业 愿意来到台湾的话 那有没有可用资源 可以来使用呢 也会透过这些方式 来帮助相关的厂商 而G7峰回 现在正在日本广场 广岛雷登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昨天先会见了 七家的晶片巨拨领袖 包括了台积电 美光 三星都表态 有意在投资日本 而且是更扩大一些 再来请教舒涵 好 确实如此 除了这个G7的 这个领袖峰会之外 还有这个科技巨头 都在日本来巨头了 那我们看到美光的部分 他表示呢 大约会投资 1080亿台币 在广岛 也就是G7这个召开的地方 来设置DRAM的这个晶片厂 而且会安装 极紫外光的设备 来生产晶片 也是首家把这样的一个技术 引进日本的 三星的部分 也释出三亿 横冰研发的是 研发中心成本是来到了 300亿日元 那先会探讨的这个 这个封装技术 以及这个半导体 装置试产的一个产线 那日本政府也释出三亿 会补贴他们 150亿的一个日元 那我们也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其实很常在这个日本 会有这个 他们交流的一个部分 那他也表示说呢 熊本的新厂 预计9月就会来完工了 也在这个政府支持之下 所以他们把资本支出 从70亿提升到86亿 而且产能从4.5万片 提升到5.5万片 那会不会有第二座 这个厂房来设置呢 而且预计如果有设置 应该会是更先进的一个制程 除了财经重点 也欢迎您可以扫描 旁边的QR Code 下载的是TVBS新闻APP 掌握更多资讯 以上今天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